除了网络春晚之外 我们BTV春节联欢晚会 也是汇聚了众多的当红影视演员 那平时呢在影视剧当中 表现不俗的他们 在BTV春晚的舞台上 更是难得的一盏歌喉 那这是你们第一次过来 有这个舞台做春晚吧 是第一次 觉得还挺好玩的 还没来得及紧张 因为太快了 北京台的春晚好像是第一次 网络春晚参加了几次 新年就是一个即兴的日子 大家其实都是来表达一份祝愿的 我在那里的我都是好兄弟 除了这些单枪琵琶 现役春晚的影视演员们 BTV春晚还邀请来了影视剧中的搭档组合 同台现役 在电视剧《铁梨花》中 饰演母子俩的张绍华和杨志刚 就携手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表演 我们三人本来本就像一家人 春节回家看爸妈 他就是营造的氛围就是一种暖 我从来没唱过歌 我这一定是处女唱 因为我干妈知道 我可以说吗 我唱歌还稍微有点跑调 而这次的跨界演出 显然让这母子俩意犹未尽 在排练的后台 他们俩已经开始筹划起明年的演出 哎呀他跳得太好 他专业舞蹈演员 明年让我干妈唱歌 我伴舞 OK吧 OK OK 除了这些非专业歌手的清理表演外 BTV春晚还汇聚了许多实力唱相 在大年初一晚上 为观众朋友们倾情献唱 看见自己 是聚在的心里 我请你 借口成花开的声音 从96年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次参加的就是我们北京台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 那个参加觉得特别兴奋 我觉得那太好了 那么大家可以就是 通过很多这个渠道 去收看我们的北京台的春晚 那我想如果要是说 有没有看到的 还可以从网络上反复 这个回